台南发生了一连串重大的事件 包括了88枪的枪击案都还没有破案 警察局秘书室主任还涉嫌恐吓被拔关 传闻局长方养宁也无法序留了 外传警戒高阶人士要大洗牌 台南市警局长方养宁首当其冲 据传他本人证实有被告知要调离台南市警局长的职位 但还不知道由谁接任 台南去年选举期间发生雪甲88枪枪击案至今成为了悬案 还有议员被请上车疑似恐吓让警方饱受质疑 又发生方养宁爱将庄武能恐吓取材 还拘捕恐怕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